那万里野柳地质公园最有名的就是女王头骑警了 很多人都要来这边跟她拍照 不过久而久之常常这边有冲突发生 所以公园管理局就特别聘请一位保全在这边站刚 要来保护女王头的安全 但我们知道现在夏天这边非常的热 高温有时候居然可以飙到50度 听说很多人顾着顾着顾得快要中暑了 所以半年来已经换了四位保全 我们这边拍照排队要排右边 排右边我们拍好照就往前走 拍好照就往前走 一流地质公园的女王头是中外游客避到的景点 与之后风化使外形酷似埃及金瑞塔的女王头像 而享誉海内外 那大家都想来看吗 左边留下通告 那么有名呢 这两年大陆观光客来台人数暴增 经常发生抢镜头卡位 差点撞倒女王头的危险状况 因此有关单位特别请了保全公司 派保全进驻来保护女王头 就是因为他违规我们劝导他 他们会骂我们 别以为他们的工作轻松 除了管理秩序常挨骂以外 这几天的高温酷暑晒的人头昏眼花 在早上十点多 温度计就已经飙到了摄氏45度 半年来已经热走了四位好汉 我们可以这样风起 这样风起 剩下眼睛而已 这个部分都不会照到 一天上班十个小时 真的是从早热到晚 下雨天还不能撑闪 你以为薪资一定不少 其实实薪只有100元 就算全情一个月也才两万五 乖不得会热走不少好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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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